滚木 弓箭 带魏军来后 居高临下 冲击敌军 如此一来 不仅能挡住司马懿 说不定还能把他生擒了 我看此山 乃是绝地 副将王平不敢沟通 此山只是孤风一作 倘若魏军四面为山 然后再切断我军水源 大军就会不攻自破 还谈什么冲击敌军 岂不闻孙子云 置之死地而后生 经验告诉王平 这不稳妥 所以苦苦劝阻马素 还是遵照丞相的吩咐来 不料反而惹恼了马素 丞相诸事 尚且要问我 将军为何所拦 王平剑劝不动他 只好恳求分兵一半 让自己去守住路口 可马素只给四分之一 与你五千兵马 自取山下扎寨 然而就在这时 获保司马懿十万大军正向接亭开来 据此已经不足十里 仓促之鉴 马素近来不及释放 仓促之鉴 马素近来不及释放